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欢欢乐曲 2018星辽英才发布典礼拉开序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 为星辽英才计划杰出人才入选专家代表颁发证书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 为星辽英才计划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入选团队代表颁发证书 省领导张福海、刘焕新、陆志源 分别为星辽英才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星辽英才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和星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专家代表颁发证书 入选专家代表们纷纷表示 一定继续努力为加快推进辽宁振兴发展 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之际 举行2018星辽英才发布典礼 讲好辽宁人才故事 传播辽宁人才声音 向全社会传递出辽宁广开进贤之路 广纳天下英才的强烈信号 抓人才就是抓发展 新人才就是新辽宁 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大力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积极搭建人才干事创业平台 创造栓心留人条件 着力在用好人才上下功夫 让各类人才安心安身安业 鼓励支持人才早出成果快出成果 今年省委省政府出台 辽宁省人才服务全面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18至2020年 着力培养集聚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加快构建人才发展高地 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018年是实施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年 全省引进高层次人才1906人 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530人 均比201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省领导杨冠林 李金科 李小安出席发布典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风希盛杨凤田出席发布典礼 发布典礼前 陈求发 唐一军等省领导会见了 星辽英才计划杰出人才入选专家 参加典礼的院士和嘉宾代表 并在发布典礼结束后 与星辽英才计划入选专家代表合影 本台报道 本台报道